請問我們剛介紹摩克斯 請問還沒有別的學習資源 有其實蠻多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其實各位你現在在這個時代比較幸福一點 因為你不用花錢 你就可以選修那麼多課 對不對 那首先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 我先介紹一下 來來來考一下大家 請問 這個要怎麼唸 好學校我知道 前面那個英文 這邊要唸 這是最近去年 比較異軍突起的就是 課程開得還不錯的一個線上學習的一個課程 一個網站 有人用台語的嗎 用台語唸什麼 聰 好好 這樣會不會 所以等一下 來抽一個 來 這個就是好我先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來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邊 在這裡 你到我們訊息裡面其實我放在下面 在這邊 有沒有 他有募資喔 但是他現在課程算開得不錯啦 在台灣來講算不錯 你看 他有一些課程 這裡有一些課程 這裡有一些課程 你可以 你如果 你可以選擇你要開課 有沒有 這裡你可以開課 因為你也可以教別人啊 你有你的專長 然後呢 你如果覺得 這個課程 你要開課你也可以募資喔 找人來最好啊 對不對 有人要投資你也可以 點到這邊 你看 課程也可以募資 有沒有 也就是說你今天如果你想要開課 那 假設我要開 10堂課 10堂課 可是 你也不知道到底開不開始成功 你可以到這邊先準備一到兩堂課 然後放上去 給人家看一下 他 有一些介紹 比如說你看 有人說 哎怎麼樣 我想要 這個 我想要開這樣的課 有沒有 開這樣的課 這個 499塊 有沒有人要來上 那現在呢 他準備要募資100個 這個幾個人你可以自己訂 啊目前4個人報名而已 那你看右手邊這個 宇大師 舞台魅力 你看這個 募資是不是已經超過了 超過原本100%啦 已經到714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 你也可以 有沒有 就是 來這邊像這樣子就可以進去 就可以 去選 那 這是一個 萬一你在這裡找不到 你想要開的課 不是 你想要上的課 你可以來許願啊 你可以許願說我想要上什麼課有沒有要開課 對不對 所以 事實上國外也有很多類似這樣子 只是台灣 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 那一般來講 這些課都不會太貴 他課都不會太貴 你看 許願成真的 有沒有 有的人就來這邊 許願我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做什麼啊 然後呢 如果 你的願望 累積到50個 他就幫你找老師 如果沒有人跳出來說我要開課他就幫你找看看有沒有這方面的老師啊 所以 這樣 有沒有比較不一樣一點 跟我們傳統的好像你就只能坐在下面去選別人的課程 就不大一樣 所以現在其實 上課的方式真的非常多元 非常多元 那 另外呢 我們看到剛剛這裡 除了這個以外 另外一個應該也是台灣之光 就是在這個 這個可能 就比較多同學也許有看過 因為他已經 在台灣好幾年了 現在發展得不錯 叫做 VoiceTube 有嗎 你看有些同學就點頭了 這個 要幹嘛 學英文啊 對不對 學英文 那他最大好處是什麼 就是 來 我們直接進來看一下 你比較清楚 VoiceTube 你說我直接在YouTube直接看 也有字幕啊 但是YouTube的字幕怎麼樣 是不是用自動的 如果沒有人幫你做這個翻譯的時候 他就自動的 所以自動的 雖然現在AI比較厲害一點點了 但是 擦槍走火的那個 名詞還蠻多的 還是 需要一些 修正 所以 你在這裡所看到的 所謂的這個VoiceTube上面看到 你可以看到 他有一些精選步道 那他這些字幕都是經過人工的 處理 人工處理有 對過 那所以對我們一般在 看的話會比較清楚 而且呢你看 也有能力的 程度分別 有沒有 你還可以 選看你要哪一種頻道的 比如說有人喜歡看電影的 你就用電影去學英文 對不對 好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看 電影的 好 你就找一個 嬰兒大老闆 OK 雖然你聽不到聲音 但是沒關係 好 你看一下右手邊 他講到一句 他字幕有沒有 自動跟著跳下去 對不對 那哪一個單字你不會 你點到他 他就秀給你看 當然你要先登錄一下會員 你就可以馬上查到 萬一 你 覺得 你講太快了 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他講比較慢一點 你說慢一點我聽不到 對不對就速度上他可以 放慢 也可以用一般速度 甚至你如果覺得 那個字幕 不要幫我顯示出來 我也可以把字幕關掉 這裡 他在這邊 字幕 有沒有這樣就關掉了 你可以看到 如果哪一句 我覺得就真的不是很清楚的 沒關係你可以叫他一直重複 你就重複這一句 我這一句聽N次 你可以注意一下我們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跳回來 這句念完就跳回來 這句念完跳回來 直到你不想聽為止 這樣學英文比較不一樣吧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他提供的就是學習的方法跟我們 比較常 就是傳統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樣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把 某些單字把它怎麼樣記起來 那就可以變成你的單字卡 單字卡你就可以隨時在做複習 所以 這個呢 也是 前幾年就 出現了這個台灣之光 好 那 除了這個還有沒有呢 有 還有 我們再看一下 另外呢 其實有兩個 應該說三個啦 這三個也是 耕耘所謂的 線上學期很久的 那麼這幾個呢 都是免費的 都是免費的 你包括這個 勞動力發展作業平台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還有 台北一大 這些都有 那所以你可以稍微查一下關鍵字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比如說我們去那個台北一大 好 點進去就有很多課程 雖然是 在台北的 但是沒有差 這裡有選課中心 這邊就蠻多課程的 你也可以直接去做選 選課的動作 那當然他們的 就是所謂的方式就不是所謂的摩克式 但是一樣就是有線上的討論 就用所謂的 跟我們現在的數位學平台比較接近的 比較接近的方式直接去做討論 那 這些呢你都可以註冊 你都可以註冊 所以 其實說真的 現在真的可以學的好多好多 這樣OK啦 好 那BBC也有 BBC有一個 那這個有興趣的話呢 你都可以去看一看 我們所介紹到的這些網址 你都可以到 看一下 上面這邊 我們任務裡面 老師都有把這個列出來 因為現在已經有一些同學都有加入了 所以你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這裡 線上學習資源這邊 在OneNote裡面這邊 老師都把它列出來 這樣的話 你也可以用關鍵字找啦 所以我這邊我就把網址都列出來 這樣各位再看會比較容易 好 那 這幾個介紹完我們再往後看一下囉 像我們現在那個 這裡有一個新聞 就是 陳大的 陳大 他在去年的時候 推出校游 也可以直接修 直接選修 撫系 就 因為現在很多 是怎麼樣 出去 就業之後你才發現 哇糟糕 我怎麼不會的那麼多 或者說職場裡面我怎麼要會的東西要那麼多 不夠用的 但是你又沒有辦法像一般的 比如說你用在職進修 我就直接 修碩士啊 或什麼 沒有關係 現在也可以 單一個學 就單一個課程 慢慢修 等到呢 你修完了 他就可以取得 撫系的結業證明 最重要是 陳大開的第一槍就是他可以 透過這個方式 直接怎麼樣 取得 撫系的證明 一般各位 有沒有同學你是修 有修撫系的 現在大家都比較忙 哈哈哈 因為還要打工賺錢 沒有空修撫系 像我們那個年代是很多 以我來講我念的 很多同學會去修教育撫系啊 或氣管撫系啊 之類的 那麼 現在就是說 以往我們修這些學分就是 你有學分但是沒有學位啊 沒有學位 現在就是 陳大他也 承認就是你只要達到畢業門檻 20個學分 你也可以取得所謂的 學位的一個結業證 這樣你就真的有一個學位在這樣子 因為這有些人 有些人的公司他可能會比較強調就是 你有學位 那個薪水會不一樣 薪水不一樣 所以 這個是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好 那這樣 對於這些部分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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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